说近日在2021-2022赛季欧罗巴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的一场重投席中 西甲豪门巴萨在主场诺坎普球场不敌德甲球队法兰克福 最终以总比分3比4遭到淘汰 同时巴萨作为主场而比赛看台上到处都是法兰克福球迷 让巴萨球员和球迷相当不满 对此巴萨俱乐部19号表示将调整售票系统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出现 说南非东部夸祖卢纳塔尔省近日遭遇有史以来受灾最严重的洪灾 4000多座房屋被完全摧毁 600多座学校遭到破坏 超过4万人流离失所 当地时间19号搜救人员在德班地区又发现5具遇难者尸体 截至目前洪水已经造成448人死亡 40多人失踪 目前军方已经派出1万名士兵投入搜救和重建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18号晚间宣布南非全国进入灾难状态 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在正常情况下非洲早在一个月前就应该进入雨季 而今年人们期待已久的降雨没有出现 肯尼亚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等地本已严重的干旱进一步恶化 预计今年有2000万人面临饥饿风险 专家表示受气候变化影响 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将持续增加 说巴西礼约狂欢节响于全球 是世界上最大的狂欢节之一 受疫情影响通常在2月开始的巴西礼约狂欢节 今年被推迟到4月举行 与往年不同 今年的狂欢节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首次举办 里约热内卢的385学校也拿出了加倍的热情来筹备这次活动